中美持久战 中国光明正大用阳谋 美国喜欢玩阴谋 却只能眼看着自己输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2022年 一场俄乌冲突将整个国际局势都搅乱了 短暂的和平结束 然后就是两年之久的混乱 而这些混乱呢 也自然延续到今年 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 非洲政变 半岛升温 美移对峙 这些国际性的重大事件 其实真正的主旋律还是中美博弈 都是在中国和美国掰手腕之际诞生的次一级事件 都是美国在围堵中国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以及美国自己被打的回旋飘 那时间进入今年 中美关系是缓和了 还是更加恶化了呢 未来走向又会如何呢 这个其实很难去判断 因为无论中美关系如何起伏双方对峙博弈的基本盘 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中美之间注定是要打一场持久战的 不是说双方一定会动刀动枪 而是这种对峙的局面 未来几十年都暂时不会结束 而在对峙之中 中美两国的风格又截然不同 咱们是光明正大的用阳谋 而美国呢 则更加擅长用阴谋 老有人说 咱们中国在博弈场上性子太软 太优柔寡断 手段不够强硬 但在我看来 其实恰恰相反 中国最大的阳谋就是光明正大的告诉美国 我现在要跟你竞争了 但是我制定的竞争时间是一百年 一千年 你美国敢不敢接呢 这个时候有人可能要说了 官方很早表明了态度 不与美国竞争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但咱们的意思是 中国不与美国争霸 不争这个世界霸主的位置 因为中国确实没有这个想法 美国讲究的是一家独大 而咱们讲究的是多极化世界 那既然如此 咱们争的是什么呢 争的是一口气 争的是一条活路 几十年以前 美国的野心很明显 就是要把中国收为小弟 踩在脚下 有我美国一口肉吃 才有中国一口汤喝 当时我们怎么应对的呢 那就是忍嘛 你不讲理 我又打不过你 那就只能忍了 但与此同时 我们不是要一直忍 而是要在百年之内与美国进行对抗 打持久战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年的银河号事件 中国货船无故被美国拦截 遭到强行检查 当时咱们都憋屈 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但国家怎么做的 大大方方让美国查 这要是俄罗斯或伊朗 早就二话不说 跟美国干起来了 但中国呢 就是什么也没说 让美国人登船搜查了 当时中国承认了美国的强大 但也明白了关键在哪儿 那就是美国有GPS 中国没有 既然咱们没有 那就硬着头皮造 别管多少年 只要造出来 再次遇到这种事 美国就拿我们没办法 然后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造出了北斗卫星 2020年 北斗卫星范围覆盖全球 这就是我们的回击方式 在这么一件事上 咱们花了二十多年的回击 而放在其他领域内也都是如此 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 高新技术水平 国际影响力 咱们过去没有 那我们就认 就低头干 早晚都会有的 而且咱们从不遮遮掩掩 就是大大方方的干 把所有东西摆在桌面上 名牌告诉美国 我过去做不到 以后能做到 美国除了刚看着 还能干什么呢 这就叫阳谋 而如今 中国国力强大了 国际影响力大了 话语权也大了 中美实力还是出现了明显的此消彼长 这个时候 美国就只能眼看着自己输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